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查拿图斯特在市场上的前两次演讲 都遭遇到了众人的嘲笑 查拿图斯特后来就反思说 他最初对超人礼物的仙教是清算 而且是不明智的 他是一种隐世的愚蠢 因为他在漫长的孤独当中 经受了强大的考验和沉思才学到的东西 他竟然以为可以如此轻而易举的 就与众人分享 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知识人的毛病 老是想把自己掌握的 认为是最好的东西灌输给别人 没有想到了却是一厢情愿 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排斥 所以在第二次有关超人教诲的演讲以后 查拿图斯特拉拉就陷入了沉默 他内心就意识到 人们并不理解我 我的口不是为这些耳朵所准备的 他就开始思考新的 说服人们的策略 这些策略他想到了三种 要么是毁坏他们的耳朵 但这是违背初衷的 要么是更加高深的宣讲 但这是无济于事的 要么就低声下气地劝说 但这就不再是馈赠礼物 而是有求于人了 那么再把这些选项都排除以后 他就形思出一个新的办法 他想通过激发人们的骄傲 让他们意识到了 到目前所看重的那些价值 其实是渺小的 从而就把人们从现在所尊崇的对象 转移到某种全新的东西上来 那么在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可以不必去迎合人们 那么由于人类长期以来 是生活在虚幻的真理和道德当中 所以他们想要的不一定是对他们有益的 查拉图斯特拉相信唯有他才知道 什么是人们需要的 而且对人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所以他就必须剥夺他们当前的那种 自我满足的状况 制造出他们的贫乏感 由此才能让他们渴望新的丰富的礼物 查拉图斯特拉就开始实施他的新的策略 他先是激发起人们的骄傲的斗志 他就告诉人们 趁着土地依旧充足 去剥洒最高希望的种子 趁着身强力壮 去射出超越人的渴望之鉴 查拉图斯特拉为此 他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那这句话可以说是理睬的人生观的精辟的表达 他说 我告诉你们 人们的内心必须混乱 才能诞生一颗跳舞的星星 这里所说的混乱或者混沌 意味着各种错终复杂的力量 在彼此的对抗 斗争和渗透 生命就成为了混沌般的创造性的激荡和涌动 而不是单纯的被动的进化过程 也不是像苏本华所谓的因为欲求无法满足 而陷入的悲惨的痛苦的样子 那舞动的星星代表了生命的活力和光彩 它是不断的提升和超越的过程 而且这种超越从来没有脱离过大地 而是从大地的混沌当中诞生的强大的力量和永久的幸福 混沌表明了不受外在必然的控制 而舞蹈了则表明了对自身的完美的掌控 人若想成为星星 人就必须成为大地 人若想自由的舞动 人就必须拥抱混沌 参拉图斯特拉拉 他就呼吁人们警惕土地的贫瘠 弓箭的血藏 星辰的消退和舞蹈的停滞 这就是与混沌的壮观时代相反的最后的人的时代 或者叫陌人的时代 他决定告诉人们 最可美视的东西就是陌人 就是末尾的最后的人 接下来参拉图斯特拉拉 他就开始了对于陌人的无情的批判和贬低 试图让人们警醒奋发 重新理解他所赠送的礼物 超人 他指出了 在最后的人或者陌人的眼中 大地变小了 一切都变小了 因为他们是井底之蛙 认为世界的就应该是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他还特别提到 陌人如同跳蚤 似乎生存能力更强了 寿命更长了 其实是更加的祸害了 日复一日的活得毫无意义 那有理睬的这番话 我就突然想到了 有一个中国的民间的哲学家了 他在宣扬什么地弱代厂年里 他就说越低级的物种 它的存在度越高 而越高级的物种 则越脆弱 那我想这个理论 其实在理睬或者查纳托斯特拉的誓言下 是非常的荒唐的 的确 寄生虫的寿命 总是会超过他所寄生的对象 而按照这种推论 石头就活得最差 最让人羡慕的 那这就是理睬所批判的 典型的 默认的思维 石头 他的内心是没有混沌的 他怎么能够成为舞蹈的新城 反过来 超人绽放于瞬间 却能灿烂于永恒 这才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 查纳托斯特拉就继续去揭露 默认的猥琐 他们的意志全所在舒适区 因为他们需要温暖 他们视疾病和怀疑为罪过 把为了生命的意义 而跌跌撞撞的人视为傻子 可是他们不过是小聪明而已 他们活在安逸的梦里 却不知是因为服用了毒药和麻醉剂 他们活在消遣式的劳动当中 害怕被伤害 他们不再贫困 也不再富有 因为两者都是过于烦恼 所以他们会追求同一 平等 反对不同的感受 他们活在自以为是的小快乐里 只担心败坏了肠胃 有损健康 默认虽然是无神论 却把上帝的爱里的灵人 这条命令发挥到了极致 就像斯特劳斯所评价的 默认是最低级的人 堕落最深的人 是缺乏任何理想和渴望的畜群之人 就像畜生一样 但是他们饮食精美 衣着光鲜 居住舒适 受到医生与精神病医师的细心呵护 可是默认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以为了他们就这样发明了幸福 就像培根所说 自满是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诺克也教导说 首要的东西就是不安 而不是安逸和满足 但我们要知道 像培根 诺克 霍布斯 密尔等等这些人 他们其实都是默认的宗师 他们的理念培育了默认所崇尚的 现代社会的安逸的土壤 这些思想家都提出了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根本恐惧 把那种战争和贫穷的自然状态 视为卑贱的状态 他们都把自我保存 苟且偷安 自我算计 人人平等视为最大的价值 而今借助于先进的技术 默认不是彼此统治 而是互相管理 他们代表了技术 对于不平等和匮乏的克服 代表了对恐惧的克服 他们自信地认为了 可以优雅地掌握命运和自然 他们体验并且见证了 他们的教导和产品 正在席卷全球 他们是自然技术的主人 不承认其他的主人 也不承认诸神 他们是有着普世之爱的人道主义者 这些现代人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查拉图斯特拉拉却引以为耻 他为此忧心忡忡 说这是可怜的舒适 可怜的温情 那默人的教诲与超人的教诲 形成了本质的对应 说明人的两种极端的可能 人仍然是尚未确定的动物 是一种中间状态 而现代人正在走向 朝向默人的 而不是朝向超人的道路上 默人所崇尚的普遍的 平等的安宁的统治 对超人的计划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正是默人阻止大地获得任何异议 默人成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命运 终结了人类能够变得伟大的可能 而听众的反应也说明 默人的理想是多么彻底的俯视了他们 查拉图斯特拉描述这种默人的境况 本来是想让众人感到羞愧 从而让他们不安 可是他没有想到 这一番非凡的言辞 却被粗鲁地打断 又引来了群众的鲜华与嘲讽 他们叫人道 你把这默人给我们吧 把我们变成默人吧 我们就把超人赠送给你 这些听众宣称 他们对默人的偏爱 也表明了他们对现代的忠诚 查拉图斯特拉就感到很悲哀 他就再次对自己说 他们并不了解我 我的口并不是为这些耳朵准备的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在山中不食人间烟火 待了十年 待得太久了 自己的善意反而招致了嘲笑和怨恨 查拉图斯特拉现在能够正确地看待 人们的反应了 他也看穿了 人们在笑声当中 渐渐滋生地对他的仇恨 其实呢 查拉图斯特拉从这三次演讲而得到的教训 正是那位老圣人早已告诫过他的 不过呢 他要直到现在 亲身体悟才能够明白 这个教训呢 需要查拉图斯特拉对人们放弃希望 全书的前言呢 就与这三次讲话结束 前言之后 查拉图斯特拉就舍弃了 默人这个术语 但并没有放弃这个概念 直到第三卷的十二章二十七节 他才再次提到了默人 并将其与所谓的好人和正义者相提并论 默人的危险呢 在那里就被表述为好人和正义者的危险 其中呢 好人所造成的危险最为严重 因为好人摧毁了人类未来的希望 好人和正义者呢 是比默人更广泛的名称 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认为了 好人和正义者 他们在一切社会都会出现 他们确立规范 教导规则 把一切新的教师都当作了摧毁者 他们是法利善人 把信仰道德化 把道德教条化 把教条生活化 当查拉图斯特拉 从超人计划 对进步的赞扬 转向了对默人的批判 并且呢 相继受挫 他就慢慢的走向了 对人类历史的全面的反思 他对曾经所持的进步的看法 也得到了修正 现在他拒绝那种改造自然意义上的进步 而推崇思想探求的进步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原计划的表演出现了意外 在那个神索舞者的表演中途 突然呢 从索架一边的小门 跳出了一个身着彩衣的小丑 他快步地走到神索舞者的身后 叫骂他挡住了气怒 小丑呢 发出魔鬼般的吼叫 从舞者的身上就跳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呢 让这位神索舞者失去了冷静 手里的平衡感呢 就脱落手心 他一头栽倒下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而那些围观的市民呢 如鸟受散 瞬间逃得一干二净 那个人呢 正好跌落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身边 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 查拉图斯特拉的礼物呢 现在已经无法给予所有人了 只能给予一个人了 神索的舞者呢 听任命运的安排 他说 我知道魔鬼要拖我进地狱了 这时呢 查拉图斯特拉就以自己的名誉启示 他宽慰这位冰死的舞者说 你所害怕的魔鬼和地狱并不存在 而且呢 灵魂甚至比肉体死得更快 因此对死后生活的恐惧 是没有必要的 是令人萌羞的 可是 查拉图斯特拉的安慰呢 却引来了新的难题 如果灵魂和身体一到死去 那生活本身岂不是毫无价值 这位灵死者也疑惑地说 假如你说的是真话 即使我失掉了生命 也没有失掉什么 可是这样一来 我比一头动物也强不了多少 要知道 人们可是用鞭子和少量的食物 去教一头动物跳舞的 那我和马戏潭的动物 有什么差别 我的生活价值何在 神索的舞者 他选择从事这个危险的 走钢丝的事业 是想与人群毫无冒险的 舒适理想相对立 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的生活仿佛英雄 具有男子盖的价值 使自己特立于云民众生 那查拉图斯特拉就只好安慰说 你在危险当中所从事的职业 没有什么可轻视之处 而且你是为你的职业而毁灭 这是光荣的 他答应亲手安葬舞者 可是查拉图斯特拉本人 却无法释怀 此时天色已晚 市场被阴暗笼罩 四周是一片沉寂 没有一丝人的气息 即便是好奇和惊恐 也会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令人厌倦 查拉图斯特拉呆坐在死者的旁边 陷入了沉思 他忘记了时间 十年的孤独 难道就终结于看到一个人无意义的死亡 那么他又会从中领悟到什么新的认识了 我们请听下回会见